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龙成为中国最新的追捧股票热潮 因为人们寄希望于属龙年 我们如何在离婚费用上省钱 投资信托 寻找可靠的收入 摩根大通计划在欧洲扩大主动交易型基金 ETF业务 英国基金经理正准备迎接反绿色洗白规定 请大家收看 龙成为中国最新的追捧股票热潮 因为人们寄希望于属龙年 彭博社 中国投资者正涌向名字中带有龙字的股票 这是在2024年中国农历的龙年之前 在过去一个月里 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的十大涨幅最高股票中 有六只股票的名字中带有龙字 然而分析师们警告称 仅仅因为股票的名字而投资 而不考虑基本面或前景是一种冒险的策略 与此同时 中国股市正面临经济复苏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担忧 龙相关股票的狂热出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如何在离婚费用上省钱 金融时报 根据RWK Goodman律师事务所家庭团队合伙人 Banessa Gardiner的说法 希望在法律费用上省钱的离婚夫妇应避免自助离婚 寻求专业建议 尽管可能会尝试在没有专业建议的情况下解决一些离婚问题 但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常人来看可能会花更多钱 Garner还建议谨慎选择律师 寻求推荐并找到一个你感到舒适的人 建议有条理的提供所需信息 及时提供信息可以节省法律费用 最后 Garner建议在法律程序中与治疗师或离婚教练合作 因为这可以帮助做出决策 减少冲突和延迟 从而降低费用 根据Science律师事务所合伙人Catherine Hancock的说法 未婚同居夫妇应考虑签订同居协议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他建议寻求法律建议 明确财产上的任何利益 因为在英格兰和威尔市 同居伴侣可能会发现 尽管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多年 但对房屋没有任何权益 同居协议将规定房产上的任何财产权益 以及夫妇分开后房产的处理方式 Hankoff还解释说 虽然遗嘱将房产留给伴侣 可能意味着在死亡时房产将转让给他们 但除非遗嘱明确提及其他资产 否则其他资产将不会转让 投资信托 寻找可靠的收入 金融时报 投资信托 为那些寻求稳定收益回报的投资者提供可靠的收入 根据投资公司协会的数据 该行业目前的平均折价率为16% 而长期平均折价率为7.6% 由于股票选择和每年保留最多15%的股息 以建立储备金的能力 这些信托能够保持稳定的股息增长 协会已经确定了20个股息英雄 他们连续20年以上增加了股息 然而 随着预计利率上升 将挤压公司支付股息的能力 股票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些建立了储备金 以支付较低年份股息的信托更加可靠 英国为以收入为重点的信托 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因为该国的交易比其他发达市场更便宜 预计有几个行业能够抵御高通胀 摩根大通计划在欧洲扩大主动交易型基金 ETF业务 金融时报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 计划在欧洲扩大其主动管理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产品范围 该资产管理公司 今年迄今已经吸引了32亿美元的净流入 使其成为欧洲最大的主动ETF提供商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 管理着100亿美元的主动ETF资产 Tim Cole也看到了主动管理的ETF的增长机会 随着收益率下降 主动管理者希望利用ETF包装 来以更易于接触的形式提供他们的策略 英国基金经理正准备迎接反绿色洗白规定 金融时报 预计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将发布有关基金经理 披露投资环境影响和推广可持续产品的新规定 这些规定预计将增加对可持续消费者投资产品的要求 包括对标榜为可持续的产品使用规定的标签 FCA旨在解决市场对产品可持续性特征夸大宣传 所带来的信任侵蚀问题 新规定将要求公司确保其宣传清晰、公正且不误导 上天暗示在实际工资增长之前 可能会有政策转变的机会 彭博社 日本银行BOJ行长上天一也表示 即使实际工资继续下降 只要通胀目标在望 BOJ仍可能转向正常化 上天表示 日本央行认为实现可持续的通胀目标的可能性 在逐渐增加 因此它保持着多种选择 日本的实际工资已连续下降18个月 这导致人们对经济前景感到担忧 因为消费支出无法推动产出增长 国王的糟糕演讲真的应该被庆祝 彭博社 根据彭博社上大卫 古德哈特的一篇评论文章 尽管近年来英国政治体系面临各种危机 但其保持了非常稳定 古德哈特指出 脱欧公投后的宪政危机 新冠疫情的失败 以及几位高级政治人物的无能 都是对英国政治体系造成巨大压力的例子 然而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该体系仍然持续存在 古德哈特认为 这要归功于非政治性的公务员和瓦尔特 巴吉特所提出的权力分立原则 古德哈特认为 该体系区分国家和政府 使公众能够对皇室而不是政府表示忠诚 并且在正式场合保持庄重和传统 有助于在政治动荡中保持稳定和连续感 古德哈特得出结论 英国政治体系在压力时期 能够维持秩序和中庸是值得庆祝的原因 拜登和习近平将于11月15日 在旧金山举行会谈 据共同社报道 彭博社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于11月15日 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 在旧金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双边会谈 这将是两位领导人 大约一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中国尚未宣布习近平是否出席APEC 但白宫已确认两位领导人将会面 预计习近平还将在旧金山 与美国顶级商界高管共进晚餐 成为贵宾 习近平在访美期间的重点之一 是安抚越来越担心 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经济放缓 而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投资者 现场报道 CATL旨在以固态电池领先市场 日经亚洲 据董事会董事潘建表示 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 EV电池制造商 宁德时代 CATL对其固态电池的研发充满信心 并且在该领域是领先者之一 固态电池使用固态电解质 而不是液态电解质 可能提供更短的充电时间和更高的能量密度 宁德时代旨在多样化其矿产资源的使用 潘建表示 纳离子电池可能在短程 电动汽车或能源储存中发挥作用 丰田计划在2028年将固态电池推向市场 韩国在旅游热潮中与臭虫爆发作斗争 疯狂痒样 南华早报 随着韩国经历了疫后旅游热潮 该国的臭虫感染率正在上升 当局警告国际旅行者要消毒他们的物品 以防止臭虫传播 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消灭了臭虫 但自去年9月以来 他们又卷土重来 当局正在考虑使用替代杀虫剂 因为基于你除虫举止的杀虫剂证明效果不佳 BOJ可能在2024年初结束负利率 价格专家表示 彭博社 日本银行BOJ可能会在明年年初结束其负利率政策 并将利率保持在零水平 不再进一步上调 经济学家杜边缅认为 杜边认为 2024年持续的通胀将伴随着与今年相当或更高的工资增长 他认为 随着消费者对价格上涨的预期和容忍度的改善 企业将继续将工资上涨带来的劳动成本增加 转嫁到价格上 杜边还不同意日本已经摆脱通缩的观点 他表示 BOJ可能会将利率提高到0% 然后等待商品价格和工资的变化情况 再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市场专家表示 中国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最大赢家可能是拼多多 彭博社 自7月以来 中国电商网站拼多多的母公司拼多多控股的股价上涨了22% 表现优于阿里巴巴和京东 投资者们压住拼多多将继续超越竞争对手 拼多多的成功归功于其更强的销售业绩 其进军美国市场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 以及其低价策略 该行业的下一个推动因素是11月11日的光棍节 亚洲股市下滑 交易员等待美联储发言人 市场动态 雅虎 亚洲股市下跌 投资者等待本周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 其中包括主席鲍威尔 随着收益率下降 日本银行股继续下跌 而中国股市指数则在涨跌之间波动 WeWork的故事让软银的孙正义 损失了115亿美元和他的信誉 南华早报 孙正义的声誉 因他对WeWork的投资而受损 他的行动揭示了他投资风格的缺陷 尽管他的团队反对 孙正义还是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在WeWork上 使其估值在2019年达到了470亿美元 随后 WeWork的公开衰退 以及愿景基金 在2020年的320亿美元亏损 损害了孙正义 作为精明投资者的声誉 他过去的成功 可能已经损害了他的判断力 导致了他的失败 美国投资5.53亿美元 在阿达尼的斯里兰卡港口 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彭博社 美国将为斯里兰卡首都 由印度亿万富翁高塔姆 阿达尼开发的港口码头 提供5.53亿美元的融资 以遏制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 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资金 凸显了美国和印度 在斯里兰卡借重中国港口 和公路项目之前大量借贷后 试图减少中国对斯里兰卡 影响力的努力 对于阿达尼来说 美国的资金可能会为其 提供合法性的认可 此前空头卖方 Hindenburg Research的欺诈指控 导致该企业 今年市值蒸发了数十亿美元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 最近的新闻 首先 中国投资者正涌向名字中 带有龙字的股票 因为人们寄希望于属龙年 不过分析师们警告称 单纯因为股票名字而投资 而不考虑基本面或前景 是一种冒险的策略 在节约离婚费用方面 律师建议夫妻应寻求专业建议 避免自助离婚 另外 未婚同居夫妻应考虑签订 同居协议 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投资信托 为寻求稳定收益回报的投资者 提供可靠的收入 不过 随着预计利率上升 股票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 摩根大通计划 在欧洲扩大主动交易型基金 ETF业务 而英国基金经理 准备迎接有关基金经理 披露投资环境影响 和推广可持续产品的新规定 日本央行可能会在实际工资增长之前 结束负利率政策 英国的政治体系 在面临各种危机时 仍然保持非常稳定 拜登和习近平将于11月15日 在旧金山举行会谈 而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 EV电池制造商 宁德时代 CATL对其固态电池的研发 充满信心 韩国在旅游热潮中 与臭虫爆发作斗争 而市场专家表示 中国电商网站拼多多 可能是中国双11购物狂欢节的 最大赢家 亚洲股市下跌 而美国将向斯里兰卡港口 提供5.53亿美元的融资 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最后 我想问问各位观众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否有任何问题想要提出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感谢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这些媒体能 都可以通过电邮